快来救救这个女人吧 天气太热 只能往自己身上泼水降温 不仅如此 她还得和另外两个辣妹 寻找沙漠里的秘密基地 她叫寡妹 就在六小时前 她还是一个硬照女郎 正在给黑老大卖力表演 可黑老大却浑然不知 女人靠近自己另有所图 原来是她和两个美女 意外得知 黑老大有一个秘密珠宝基地 为了得到珠宝 三人和魔色又黑老大 把她绑架到这个荒漠里 可黑老大也不是吃素的 她被三个美女折磨的 痛病快乐地大叫着 就是不说具体位置 还反手劫持了寡妹 这下丽娜不乐意了 直接一枪打在黑老大的腿上 旁边的朱莉都看傻了 好在寡妹安然无恙 但丽娜还不解气 把黑老大按在地上言行逼供 终于从她口中知道了 基地具体位置 但她称黑管妇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这让丽娜听了非常不爽 直接一枪送命 另外两人吓傻了 他们是来找钻石的 没想过要杀人 朱莉还跟丽娜起了争执 这时黑老大电话突然响起 肯定是她手下正在寻找她的下落 朱莉怀疑 手机有定位追踪功能 直接将其砸了 事后三人就埋头苦干起来 还顺便聊起了黑寡妇 原来她是黑老大的上司 一个人就能端掉整个黑帮 没人知道她长什么样 因为见过的都死了 就在这时 远处驶来一辆汽车 他们慌忙处理血腥现场 将黑老大重新塞进后备箱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辆警车 警察下车一看 顿时两眼放光 抛锚 借此想让警察离开 但警察眼看有三个美女 便假意帮忙修车 骑士暗地偷看 偏偏这时 黑老大的血漏了出来 寡妹赶紧用沙掩埋 眼看警察还想打开后备箱检查 莉娜拿着枪早已叙事待发 朱莉赶紧阻止拉过警察 终于把她劝了回去 警察依依不舍地离开 还说等一下会再来 三个美女在沙漠过起泼水节 画面十分和谐美好 也正是泼水的缘故 他们发现了地下有点东西 三人心顿不已 一阵猛挖 他们还以为是钻石和珠宝 当黑色的包裹露出真容 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具尸体 看来还有人也在寻找秘密珠宝基地 三人吓坏了 寡妹更是跑到车上偷偷哭泣 朱莉赶紧追上去安慰 眼见两人迟迟没有出来 莉娜打开车门 却看到了背叛的阴影 她被气坏了转身离开 当两人出来时 发现莉娜不见了 地上有一道清晰的拖转痕迹 朱莉察觉到不对劲 可惜已经晚了 一对情侣挟持莉娜走了出来 原来他们也在找黑老大的珠宝基地 他们还把寡妹当人质 让朱莉和莉娜干活挖筒 也不知怎么回事 竟然真让他们找到了基地入口 就在情侣打算杀人灭口时 警察回来了 虽然她有枪 但双拳难敌四手 没一会儿就差点被毁了 幸好朱莉偷偷搞出了重武器 对着情侣一顿疯狂输出 两人直接失去战斗力 莉娜趁机补刀 结束了情侣的性命 杀红了眼的莉娜 还想对警察动手 不过还是被朱莉给阻止了 最终警察被锁到房车里等待宠信 直到这时 她才告诉寡妹 自己以前在夜店见过她 寡妹温柔一笑 在警察的耳边说了点什么 三个穿着凉爽的美女活 你绝对想不到 究竟谁能获胜 在这之前 他们是一起寻宝的搭档 朱莉和寡姐进入到秘密基地 不仅发现了价值连城的钻石 还有一个可怕的生化武器 两人心满意足地回到地面 却发现被锁住的莉娜 早已不见踪迹 突然一道锁链袭来 朱莉的枪被莉娜打掉 面对朱莉的求和 她软硬不吃 只想杀人泄粉 朱莉没有办法 只能放下生化武器准备应战 两个性感美女摩拳擦掌 下一秒就是拳头长腿的对撞 他们的招式简单直接 拳拳到脸 招招到肉 把一边的寡妹都急坏了 但莉娜越打越兴奋 朱莉也丝毫不拒 直接撕破裙子 解放被束缚的腿 两人在一技猛撞 莉娜抓住时机 骑在对方身上左右开弓 眼看朱莉就要败下阵来 寡妹鼓足勇气前去阻止 却被莉娜一拳放倒 同时她还抓住机会 用沙子迷住了朱莉的眼睛 这一战还赢了 随后莉娜拿起汽油 围着房车到处泼洒 还交在了寡妹的身上 最后一把火直接点燃 她得意地带着钻石离开 寡妹赶紧把火扑灭 朱莉也奋力挣脱了铁链 拿起枪瞄准莉娜的车 瞬间整辆车发生爆炸 但火势也蔓延到了汽油桶 又是剧烈的爆炸和滚滚浓烟 激烈爆炸后 寡妹和朱莉安然无恙 这时朱莉才表明自己的身份 原来她是FBA特工 这次的任务 就是夺回黑老大手里的生化武器 如果生化武器被滥用的话 将危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 当她正向寡妹表白时 一道枪声响起 寡妹瞬间瘫软下去 原来丽娜并没有死 她变得更加冷血疯狂 豪笑着朝两人扑来 朱莉只能再次迎战 这次两人以命相听 必须战个你死我活 每一拳都打在脸上 互不相让 毕竟丽娜曾是监狱里的恶霸 无论男女老幼 见到她都毕恭毕敬 两人的战斗以丽娜的胜利告终 于是她又对准了横刀夺爱的寡妹 面对丽娜的进攻 寡妹各种挣扎 却都无济于事 眼看武器就要刺穿寡妹身体 关键时刻 警察站了出来 丽娜被她乱枪打死 原来之前寡妹和警察的悄悄话 就是让她帮助自己 警察十分得意 这次成功解救美人 自己肯定能抱得美人归 结果下一秒 让人跌破眼镜 寡妹掏出一枚飞镖 警察的美梦当场幻灭 这个反转让一旁的朱莉都难以置信 终于寡妹吐露了自己的秘密 她的真实身份就是黑寡妇 这次行动全是她一手策划出来的 最后她放了朱莉一条生路 送了个飞吻扬长而去 至于为什么不杀 或许她被之前的表白感动了吧 电影到此结束 看似最柔弱的人反而最可怕 美女的话还能信吗